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9月27日 星期三 我是Quini 加拿大人最满意大型超市是这一家 Lobloss只能垫底 在食品价格飞涨的年代 食品超市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加拿大人的神经 根据最近发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报告 2023年加拿大人最满意的大型杂货店是Costco 排名第二的是Metro 排名第三的是Walmart 而Lobloss仅排第13位 只比Footland好一点点 报告说 这是Costco连续第二次 在14家杂货食品零售组织中名列榜首 在2021年11月首次发布调查以来 排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包括Metro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 Walmart则上升了整整11位 直接到第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Foot Basics从第九位上升了五位 但Lobloss拥有的公司和其自由品牌 似乎在声誉上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其旗下的Your Independent Grocers 下降了整整八位 从上一次排名第二位 下降到今年的第十位 其旗舰店在排名的14家实体店中 下降了五位 排名在倒数第二位 从上一次排名第八位 下降到今年的第十三位 恭喜Costco、Metro和Walmart 成为2023年加拿大最受尊敬的 杂货食品零售组织的领头人 自2021年9月份最后评估以来 影响杂货和食品零售组织的因素 包括COVID-19 供应链挑战和通货膨胀 导致的价格上涨 与2021年相比 今年排名的重大变化表明 企业的声誉是消费者 特别看重的一个属性 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时期 他们可以选择在哪里消费 2023年的总排名如下 该调查由发布报告的小组 和数据管理专家负责进行管理 2023年6月26日至27日 线上小组随机访问了 2932名加拿大成年人 得出来的结果 大温独立屋收到7个竞价 为何不是最高价获胜 虽然大温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已经不断降温 但仍然有一些加价和竞价的情况出现 最近位于西温的一套独立屋 就收到了7个offer 但房主最终同意把房子 卖给并非出价最高的一对年轻夫妇 根据《环球邮报》的消息 这栋平房独立屋位于西温的社区 土地宽90英尺 长135英尺 是一个四间卧室的独立屋 房子始建于1956年 房主自称是从1966年就一直在此居住生活 房屋上面楼层有三间卧室 地下室还有一间卧室 可以轻松容纳一个家庭生活 外加一个出租单元 房子里还有三个卫宇 一间桑拿房 一个游戏室和一个带拱形天花板的客厅 房屋在90年代进行了翻新 包括厨房、浴室以及管道等 房屋后院是拥有许多枝帆夜帽的植被 以及一个井里池 步行可以达到学校和步道等区域 这座房子是业主一生的财产 在挂牌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准赔工作 其中还包括支付75000 挖出并拆除了一个地下油罐 并对土壤进行了修复 根据卖方的代理经济介绍 业主一家在这里养育了他们的孩子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 准备缩小住房规模 搬到一个租屋中去 该房产开价199.8万家元 在挂授9天之后 以201.1万的价格成交 这并非出价的7个买家中的最高出价 但根据代理经济的说法 这对年轻的已经在西温生活的夫妇 是唯一一个进行厌屋的买家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给出无条件的出价 而其他几个出价的人 则给出了不少的限定条件 不过尽管加价之后 这座房屋的成交价格 仍然低于其政府估值的221万 房屋于6月底上市 7月初成交 本月初完成交割 涉嫌操控经济佣金价格 加拿大最大房地产公司成被告 尽管遭到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的阻挠 一项指控房地产经济佣金价格垄断的 集体诉讼得到了联邦法院的许可 集体诉讼将很快继续进行 据报道 这项集体诉讼是由原告代表Mark Sunderland 于2021年提起的 这位多伦多居民因为在2020年8月 出售自己的房屋后 支付了5%的佣金费用而感到非常愤怒 在这个集体诉讼中 他声称买方经济公司 将他们的佣金率固定在2.5%或更高 而提供低佣金率的卖家 则不容易吸引潜在买家 该集体诉讼中列出了 许多加拿大最大的经济公司 包括Rail LePage Central 21 Sountain Group Railty Rimax IPRO Realty LTD 以及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和多伦多地产局 这起集体诉讼还包括 自2010年3月11日之后 在多伦多地产局的多重上市服务 MLS上挂牌的任何出售房屋的人 诉讼声称被告串通仪器 控制佣金率 违反了竞价法第45条第一行的规定 尽管不同的房地产经济和经济公司 佣金结构和费率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在安省 卖家通常会支付房产最终价格5%的佣金 尽管加拿大房地产协会一直表示 对被告的指控毫无根据 但这个集体诉讼案 于9月25日正式被法院允许进行 感谢您收看温哥华天空新闻 我是奎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